這個內容都放在論壇裡面 論壇裡面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是第八次 第七次上個禮拜講到的部分 大概就是 傳遞參數的部分 其實網頁跟網頁跟傳遞參數 我們大概 有幾個 上個禮拜有特別強調有至少傳遞 的方法 方法一方法二 特別注意我們如果用表單的話可能只能用方法一不能用方法二 兩者之間 最大的差別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雲端白板裡面 可以看到我們的那個三之一的部分 我們是拿什麼呢 拿那個年齡這個範例 做解說啦 那當然前面的步驟也是一樣 複習一下那個怎麼樣建一個 Jungle的專案 Jungle Project 那個流程 我想你一定要很 這個要很熟悉 以後的話 反正不同的東西要建不同的專案 另外再來就是說 我們那個年齡部分的話 怎麼去 做那個 Templates 這個前面也講了 再來就是要傳遞 傳遞那個 網頁跟網頁之間的引述的部分的話 這邊總共會有兩種方法 我們上禮拜有提到就是 方法一方法二 最大的差別是 這個有方法一 改寫成Jungle版本 那如果方法一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最大的 不一樣是 他這邊會加一個問號 所以你將來在執行的時候 一定要先打個問號 問號有點像執行後面的參數 那參數的話 如果兩個的話 你就是 A等於5 And B等於6 OK 那所以 以後的話 A 傳過去 他就會用 就是 如果要讀到這個 參數的話 我們一定要用什麼 Request 因為他會 丟過來嘛 丟過來之後如果你要抓就Request 丟過去就Respond 所以其實 這個概念有點像什麼 丟那個棒球一樣 我丟給你要接 接的話一定是Request 如果你丟的時候 從網頁上丟過來 一定是Get 但是如果你不是 透過這個 這個網子 不是透過網子的話 就Post 所以後面還有一種 就是叫Post OK 那這個Get跟Post最大的差別 第一個 外面可以看到 如果你透過網子 去丟 這個叫URL 參數 那就是Get 如果你上面看不到東西 但是卻 可以接收參數 那就Post 所以有打個比方 簡單講 有點Get 也是像記性 你記性的話 除了 你那個地址上面的訊息之外 你的相關訊息也在 那個 外面都可以看得到 有點像明信片 有沒有明信片你寄給人家 上面你是沒有 在一個信封包起來 OK 那Post 就有點像是 你把明信片放在一個信封裡面 他一定要拆開來 才看得到 反正都是寄訊息 不過相對的安全性 哪個比較高呢 那一定是Post 無庸置疑 所以如果你有安全性顧慮的話 建議用Post 但如果沒有 通常用Get 所以你會 其實這個可能 你要 也要去觀察 比如說像現在 電商網站 要用最多 你可以看電商網站上面 如果你在購買東西的時候 上面一定 一串一串 第一個參數 第三個參數 有沒有 一堆參數在上面 為什麼 因為你交易 還沒有成交之前 那些資料其實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 所謂安全性顧慮 但是你成交 你要 你要訂 你要訂這東西之後 你會發現上面就不會再傳東西了 你不能說登錄帳號密碼 他也顯示在上面 你的 User name password 都顯示出來 連你的 卡號都顯示出來 那天啊 那就完蛋了 所以理論上 有 安全性的顧慮 會用Post 這個兩者 比較大的差異 簡單講 還有很多理論性 我想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自己可以 在Google上找一下 傳遞參數 Gate跟Post的差異 其實 不是只有Jungle會用到Gate跟Post 任何 只要 網頁的技術 都會用到 這是相通的 OK 第一個 那接收的話 一定是用Request 然後Gate 特別注意 這個Gate一定是大寫 你不能改小寫 好像上個禮拜有同學真的就把他試一下 用小寫 好像也不行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今天 用Post 丟過來的話 其實你就把這個 Gate 把它改成Post就好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有講到表單嘛 表單如果那邊 他有個Manser 他有個方法 Manser後面如果用Gate 那你這邊用Gate接 如果那邊Post 這邊就Post接 這樣就不會漏接了 你不能說那邊用Gate 這邊用Post 那當然一定漏接 因為他根本兩邊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我們把A 接收到 所以他接收到之後 這邊A就等於5 B的話就等於6 他從這邊接過來 接過來之後的話 但特別注意 這個接過來的東西呢 一定是 他一定是一個自創 特別注意喔 他透過這邊傳過來的東西 一定是自創 跟那個我們上學期用的那個 Input 那個也是類似 Input進來的東西也是自創 所以我們外面一定要包一個INT 有沒有 把它轉型之後 才能夠做運算 如果你沒有INT相加的話 他會變得56 為什麼 因為自創 它串在一起 就變56 但如果你要變成11的話 那你記得一定要前面加一個INT轉型 才會成功 OK這個地方我想 是蠻基本的啦 但是 我想 雖然基本 但是還是有些同學搞不清楚 所以如果 有些東西可能以為你們會知道 所以我講的比較快 不過有些地方 看起來好像 奇怪大家怎麼都錯那種地方 顯然是你可能還是搞不懂 OK 所以特別重要 傳參數1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方法1 為什麼要把它放在第1個 因為它 比較重要 為什麼因為 表單的傳遞 一定就跟這個一樣 只是差別我們現在是沒有個表單 所以我們 今天的話呢 就是要把什麼 把這個年齡 外面再加一個表單 所以加表單的部分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那 第二個就是方法2 方法2就是傳統的方式 就是你的 那個URL 就是這個加一個 後面的話就是 斜線 然後傳遞一個參數 你也不用A等於多少 你也不用B等於多少 只是說最後的話 你是透過A跟B 這邊Request後面多兩個參數 去做 接 URL的部分的話 就是一個 兩個 從這邊接過來 從這邊接過來 一樣的道理 OK 那上禮拜有比較詳細的影片說明 如果你已經忘記的話 或者還不太熟練 請參考一下那個 我們 上個禮拜的那個教學影片 影片其實都還在 而且 我想應該已經算詳細了 裡面的話 OK這邊 看起來大家其實還蠻 蠻用功的 看這邊有99次的觀看次數 OK 好 不過這東西其實真的要一次聽懂來真的是 蠻厲害的 除非你本來就已經有基礎 有基礎還不見得一次就做對了 好那今天的話接下來來看那個表單傳遞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完之後 我們會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 表單 類似長這樣子 我想表單那你可以讓它變漂亮一點 那只是因為我們現在還不強調美工的部分 請輸入 年齡 假設我今天要把什麼 把我們之前的那個結構控制那一題就是 性別 性別這個 之前我們是直接傳 幾歲 傳一個幾歲 然後呢 判斷它的那個什麼呢 判斷它是 未成年 青年 壯年 老年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用表單傳遞 那表單傳遞的話 這個地方 第一個當然我希望顯示出第一個頁面是 一個什麼呢 一個 請輸入年齡 我按一下 輸入真年齡就按送出 送出之後一定是方法一 OK 而且 他的那個 要接收的部分 其實是根據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叫文字欄位 文字欄位裡面的名稱 所以我裡面會有個名稱 也許叫 Edge 然後呢 我去 就去抓到它裡面的東西 再去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 輸入之後呢 那我要Respon出去 看到結果的話 那這部分該怎麼做 這是應該比較簡單的一個 最基礎的表單設計 那這個部分呢 請各位 先稍微看一下 我們待會呢 就針對這個部分 逐一來跟各位做說明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